我想問一般外國的口罩 相對於香港現在本土自家製的 有沒有說水平差多少或者差多少年 我們才能追回正常的標準 坦白說 我不敢說中國製差 但我暫時都可以說香港不是那麼好 香港以我的比較 是暫時比中國差 暫時因為我現在看到的樣本不太多 香港是房積業天堂來的 是多少年前 他現在做的都是有自知事做 但是有心機做了好事 但是現在時間可能還是急 太闖出來 沒有那麼快有漂亮的成品讓我看到 坦白說問心一句 我前幾天見過一個樣本 是香港比較有規模的藥廠製造的 挺有誠意的 我都會買的 高質的 不過就不是說高到像Medicum 一般買的那些 但夠頂的 頂到 不過價錢也不便宜 算不算是哪間 如果讚他的話就不怕說 讚啊 說什麼 我可以買的 原來某一條街的工業村 某些店舖 是製藥的 不可說過 快我自己查 對自己查 沒辦法被人搶走 現在都是在做的 正在做的 不過我都看到有一個洞 他給我一些貨貨的時候 我也是第一句,要有個洞 有代改善 這是樣本 男人看到套有個洞,很忌憚 我立即反射動作 反射動作,即是你已經看慣了 你給我看,應該是好東西 證明他真心 有代改善 要弄一弄 他沒有下次什麼時候給你 不知道,下一批 因為他說這些樣本 樣本就不可以當真 等一些時間 我想他知道問題是會改的 但我不可以不告訴他 不可以不說粗口問候他 因為你問候了他才認真 如果跟你說,收貨 那就害死香港人 所以這句粗口一定要告訴他 看斯文不行的 他不會做得快的 起碼他那些,我刺過你了 你不要弄得要弄多一次洞 通常搞完就好一點 就是這樣粗口問候完 就知道要改善 明白明白 這次武漢肺炎 我們叫武漢肺炎 應該對 對 有沒有說用哪種級數的口罩 才頂到 或者Below誰頂不到 不用怕的 就知道肺炎也好 他都在飛沫 雖然世衛說 有可能不是飛沫傳播 而是空氣傳播 但是坦白說 空氣傳播 我個人個人覺得機會很小 暫時都是低落 因為如果是空氣傳播 可能死多很多人 應該死多很多人 那世衛信多少成 世衛說有可能 他也不是說 現在只是數字上 不是死很多人 實質死很多人 實質死很多人 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空氣傳播 應該不是這樣 如果不是空氣傳播 就加上剛才所說的 你那個BFE那些都夠自由 因為它3微米以上都可以 簡單來說 你隔到PM2.5那些都可以 即是如果有口罩隔到PM2.5 即是BFE95以上那些都可以 很容易過的 因為韓國和日本的口罩 我們說勁的口罩有標準 那如果只是防花粉 防PM2.5那些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因為它防PM2.5都已經小 2.5和3 3就已經可以 B是3 所以都可以 不過有一點很肯定 都說回一句 如果那個盒子是假的話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即是 即是 他還給了一張信號 你都說沒有用 那些都可以是假的 都是 都是 我都收很多這些信號 收出來的時候 都不是說過濾率來的 我說你發些什麼給我 他說這就是測試報告 我說這就是中菌率 我說大佬 我要過濾率 接著他說 不是啊 廠是給了這個我 我拿一張口罩 即是他拿口罩來做中菌 不是 這樣是他要做的 因為他的口罩是要無菌的 那些報告 這是合理的 你算到有菌 戴上去就明白了 但是 那個不是過濾率 你給過濾率我才可以 他給我中菌的報告 我還說廠是只有這個報告 都沒有告訴我 你那個 那個 做了實驗的那個 那是什麼 即是中菌 他過了 就代表他 乾淨 那塊布是燒了毒 乾淨 沒有其他東西 但不代表會阻隔到 沒有關 他沒有毒 完全沒有關 他阻隔來的一件事 其實最高的阻隔率是100% 知不知道是我們超級市場可以賣的 嗯 全方紙 不是全方紙 全方紙一張都是70 超級市場都可以 石紙都不行 M筋 最M筋就不行 保鮮紙 100% 不過你帶了你的呼吸 呼吸不到 所以你一定要一件事過濾 可以才可以 嗯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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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問問一些化學東西 也行 我們不是通常問 公佈理由不問你化學東西 現在通常說 本地的口罩廠拿過口罩去化驗 那他是拿去香港化驗還是 香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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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都有的 當然了 不同的地區的要求不同的 比如歐洲的可能是CE的標準 美國就是ASDM的標準 那你在香港呢 如果沒有都好 他都可以將這些樣本 寄去美國的那些NAP做完的測試 價錢不便宜的 價錢不便宜的 那如果只是香港做測試 其實是用哪種的 哪種的 多數都是ASDM ASDM 就是美國那一套 因為他都做B和P 這兩個 其實就是B和P B就是3的 P就是0.1的 可以簡單的 如果你不明白 做一個簡單的說 如果B那個很高 P那個可以很低 嗯 那如果P那個高 就B一定高 因為B比P更大 嗯 所以最簡單 譬如我們最近收到一些樣本 是B字很高 但P字很低 P可能只有30% 但是B字是90% 可以這樣 就是說 你微小顆的過濾程度 就很低 過不了 但是大顆 去到3個 就過到90% 如果大顆的都可以用 那個已經夠頂 是啊 你去到微小0.1 其實沒有什麼必要 但是做了之後 原來差很遠 嗯 所以我經常很懷疑 市面上買到那些 P又是0.1 就是99% 99% B又是自己作的 如果是兩個標準 是呀 因為只有三個標準 其實美國很低 有些美國的廠 很誠實 嗯 他講到3微米那些 就是B的標準 有時候只有85% 他照樣拿來賣 嗯 如果香港沒有人會賣 其實我們香港人 我們香港的心態 都買了 當然買到最厲害的那個 但問題是印給你 都不是真的 其實是捉到香港人的心態 所以我最近 剛剛有一個做口罩的朋友跟我說 他說 你發聲 不可以發聲 不是我自己接 我只是信你 他就說這樣 他就收到一份報 寫著P是99% P是99% 0.1微米是99% 誰知道他跟我說 又是一句髒口 糟糕了 我買了一份報告回來 我問那部機器測試 B的標準 B的標準只有30% 我說 怎麼會有這樣的產品 我說你不要困我 我說 不會的 不會低到這樣的 B的標準 至少都是100 或者接近100 意思是 他那個報告等同於 左夾鬥很小顆的東西 但大顆反而左夾 它全部是假的 我說你那份報告一定是 穿洞 不然不會那麼低 沒有理由這樣 接著叫他看看是否穿洞 不然會退回水 或者找到那些 第一 因為現在很多走私下來 都不知道找哪一條做絕頭人 即是那些報告 那些是沒有走私下來的 被你走 其實不會知道 所以便有很多變紙 所以便有很多人打電話 沒有辦法 都被心去做那些 多勤力都沒有用 其實現在你賣口罩 現在純粹只有信字 即是信或者不信 簡單來說 就有些像以前 凡分瓦架那樣 你就去到洞房那晚 你結合一份報告 才知道是甚麼情況 但以前可能有驚喜 那倒是 現在也有驚喜 我認到幾隻都很棒 我剛剛完成了一隻很差的 看到很差的 拿上去 嘩這些這麼差的 一展開 也有三層 多漂亮 質素都摸下去 靜電很豐富 摸到貼 和我的手貼得很厲害 拿去旁邊都貼著 嘩這麼厲害 口罩而已 你又說說口罩 對 你又說甚麼 不是說口罩 你又說其他東西 又會其他東西 我怎知道你會說其他東西 鏡頭小時候說了太多 不知道他們說甚麼 再問一下 今次這件事 武漢肺炎之後 發現香港人對化學這件事 加深了認識很多 未來香港會不會很需要這些人才 可以這樣說 全世界都要基礎科學 不過問題是 我們香港呢 在回歸之前 真的有基礎科學做得很好的 數理化 即是FICANBINE那些 做得很認真 但是某些原因導致到 覺得不用了 其實我們在商科比較重要 在財經比較重要 變成基礎科學就沒有 連以前 在97年前 香港都有漂白水 漂白水廠自己做 然後發現不行 太貴了 不翻頭做 有很多東西 最基本的那些東西沒有了 那就出事了 其實原來世界 很多最基本的那些東西 幾時都要的 雖然現在 我們沒有這麼急的時候 因為它貴 我們不照顧它 但是要起來 我們就死貨了 就像口罩一樣 是的 其實是LOTAT來的 告訴你 去年十月了 批法價 十皮而已 已經漂亮了 現在 我最近入的那些很貴的貨 很高質的 最便宜也要180元 挺麻煩的 唉 高登Patreon 現在已經啟動了 如果現在加入高登Patreon 就可以更快 更早 看到我們高登的原創節目 還會有幕後的花絲 記住啦 認住這個網址 www.patreon.com HK高登 多謝大家支持啦 記住啦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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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